第一个游戏叫做摸手抢亲 这个游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会请六位粉丝上台 和我们露丝一起七个人战成一排 然后呢由红毅和俊鱼在七个人当中 分别摸出他们认为的那个新娘子 然后对他们进行真情告白 也就是说这六位粉丝有可能会被两位爱都给摸到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现场邀请六位粉丝上台 好 我们请红毅 露丝跟俊鱼 每人挑两个 好不好 我选谁都得罪 反正得罪了 上吧 那个妹妹 17岁那个妹妹 来 17岁的那个女生 来来来 好 红毅这边挑了两位了 来 露丝 露丝还差一位 现在几个了 没事 后边还有呢 太不好对了 对 我们后边还有环节 好 这边两位来 俊鱼 好 那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 好 我们请露丝给两位哥哥戴一下眼罩 我们现在已经满了六个人 对 每位两个 我们请两位男生戴上眼罩 然后我们请七位女生站成一排 我们请七位女生站成一排 站在椅子前边 我们到时候位置会调整呢 所以 来来来 过来过来 别害羞 来 我们整体 我们整体往台这挪一挪 来 不行 你这样一会儿怎么摸手呢 单手 好 好 好 来 那我们请 对 然后请两位男生 到这儿来 然后我们女生要调整一下位置 不能按刚刚的位置站 不然一下就被揭露出来了 好 我们再调整站位 两位老师请等一下 这个棒棒糖好吃吗 什么味儿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觉得你能一下摸出露丝的手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居宇觉得你能摸出来吗 不知道 你们是有片场感情多好 都那么不自信 好 我们女生的站位已经安排好了 哎呀嘛 还增加难度 好 那我们现在女生们 我们为了给你们增加游戏的趣味性 又多加了两个人 所以现在场上一共有十位女生 什么 一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有九位女生 你们要在九位女生里边摸出你们心目中的那个新娘的手 来 开始吧 来 这儿 少等一下 等她摸完第一个 好 摸完了第一个我们就下一个 来 往前一点 你要是觉得是她呢 你就可以把她牵出来 来 再往前 来 再往前 好 来 往前 这小姐姐脸都绿了 好 再往前一点 好 下一个 你怎么 好着急啊 不能 等一下 那你这一个都没挑出来啊 那就是这里面没有 有啊 有啊 不行 有 你必须得挑一个 你觉得是哪个就凭你的直觉 你觉得是哪个就凭你的直觉 下去了 下去了 第七个 第七个 好 来 第七个 你先 你先跟她站一块 然后来对她深情表白一下 不好意思 冒犯了 请问你结婚了吗 她不说话 刚才聪明了啊 你干嘛 你要哭吗 这个 希望在 怎么表 有没有提示什么的 好 没事 你表白完了 我们就让你接眼罩 来看一下你的新娘子 好不好 好 我希望我睁开眼 摘开眼罩的第一眼 看到的是我最想看到的你 好 来 摘吧 哎 就排了 我好困啊 我好困啊 好 我们先不告诉俊瑜发生了什么 我们来 来 我们请这位新娘子也暂时归队 万一你又被选了一次呢 来 我们先请红毅到旁边 看看俊瑜会选出谁 有人扶一下吗 来来 我来了 来 过了 他是男的 我听他说 哎呀妈呀 手在哪 我们的粉丝太不专业了 大哥 你的手有点抽签 这直接抓我这是鲸鱼吧 那只手呢 我可以都摸一遍吗 哎 这个手 哎 这有点高 我都已经忘了 我摸了第几个了 这是第四个 这是第四个 这是个男的 我知道春花好像是涂了指甲油的 哎 这两个一样 这有点胖 这有点胖 哎呀 这个 这个也不错 哎呀 这个 这个也不错 没了 没了 扒了你都摸完了 不是 我刚停的那个有可能是春花 不是 我刚停的那个有可能是春花 不是 在哪 我停的那个 在哪 我停的那个 在那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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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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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不是 还有说的 你觉得是偏前一点还是偏后一点 前一点的 那往 来 我扶你往前一点 刚刚我停的那个 刚刚我停的那个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这是哪 不对 这方向都错了 不是 我刚停的那个是哪一个 停的那个 对 这个 春花 好像这个是吧 你确定 这个感觉是春花 好 那你现在就对春花深情表白一下 哎呀 相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两位 好 开始 这个不是 因为她身高有点高 是不是 春花都一米八八呢 给人家是热流 相识就是圆 我相信摘下眼罩以后 你就是我想要相遇的那个人 摘吧 所以就没有 春花在那 而且是春花把自己放下去 挑了两位男性上场呢 好 因为你做支架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个两位都没有找到春花 但是呢 真的不怪两位 那我们请两位给粉丝们送上你们的礼物 对 因为你刚刚能说 来 居宇给粉丝们送上礼物 好 好 好 可爱 谢谢小哥 来 请露丝给粉丝送上礼物 好 没想到这个游戏玩完脱粉了吧